藍綠白2024台灣地區領導人參選人 都不約而同 選擇在端午節這一天主打空戰 搶攻年輕選票 戴清德講客家話 包客家縱 柯文哲則是當起吃播 兒口友宜也開直播 表演立誕 端午連假期間 藍綠白2024參選人 把握機會拼曝光 戴清德秀客家話 學包客家粽 搶攻客家選票 柯文哲化身吃播 還特別說到香菇不重要 似乎有意跟賴清德別苗頭 那什麼餡料才是柯文哲最想要的 在缺蛋的時代 吃個蛋王就覺得很幸福 言外之意似乎還在諷刺民進黨的政策失誤 導致之前的蛋荒 眼見兩名對手隔空交鋒 侯友宜也不甘寂寞 直接開啟直播 表演立誕 侯友宜接接用戰 博取年輕族群的關注 藍營四家人也信心喊話 認為國民黨在空戰方面 並沒有外界想像的悲觀 操作或許是藍綠都稍微比較沒有白這麼擅長的 可是情能不足 空戰的這個原則跟角度來說 國民黨就應該在福茂協議以及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這個議題上面有清楚的表述 許曉欣表示 藍營接下來的戰略 應該往論述攻防邁進 好好把握機會 在福茂博